駕駛座上沒有座人 車子就開始移動 特斯拉的智慧召喚功能 可以讓車輛前往指定位置 近期更推出了ASS真智慧召喚 車內攝影機也能夠及時監控 陸陸續續有車主已經開始使用 方便歸方便 但不是隨處都能用 根據規定雖然有安全輔助系統 但是如果駕駛座都沒人 或者手沒有放在方向盤上 這樣就屬於危險駕駛行為 即便只開一小段路也一樣 可以主薪台幣6000元以上 36000元以下發還 如果是車商要研發 也得在封閉場域進行 但為了避免車主違規 智慧召喚的設計上 就有鎖定使用範圍 還是用全視覺的鏡頭去判斷說 我們前方後方左側右側 有沒有任何的障礙我去做閃避 只能在非一般道路上做使用 也就是說私人的空地或者停車場 它才可以做使用 駕駛想在公共道路上 召喚你的特斯拉 根本沒有辦法 而且就算是非公共場域 似乎也有限制 空地距離它的一般道路 還有距離30公尺 其實它也是不能使用 自能召喚的部分 根據達人觀察 跟公共道路要有一定的距離 智慧召喚才會作動 而且也要看現場的狀況而定 例如光線或陰影 對於距離的判斷都會影響 因此車主還是要注意 使用場所是否違法 以及安不安全 否則太相信智慧功能 卻發生擦撞 可就得不償失 TVBS新聞高姿曼凱欣 劉宇軒台北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